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讲结束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慧能 他完成了一场佛学上的革命 现在我们从这一讲开始 就要具体地展开 禅宗的佛学革命及其思想的运用 在六主谈经里面 有这样对于慧能声势的叙述 慧能是个文盲 不识字 他为什么不识字 三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 他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跟母亲相依为命 慢慢长大 长成了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 砍柴火 卖柴火为生 有一次 他把他砍到的柴火 卖到一个磕店里去 然后从磕店里走出来 走到街上 就听到一个人 在街边上念经 有八个字 飘到慧能耳朵边上 阴无所住 而生其心 慧能一听到这八个字 心中突然有领悟 赶紧去问那个念经的人 你在念什么 是什么经 那人跟他讲 是金刚经 谁让你念 那人就说 湖北 当时叫齐洲 有一个县 黄梅县 黄梅县里有一座庙 东禅寺 东禅寺的方丈红能法师 他就是禅中的第五主 红能法师说过 佛经浩炉烟海 独不胜独 其实我们只要读其中一部就够了 终生受用 这部经就是金刚经 我听了红能法师的话 所以我每天都要念诵金刚经 慧能听到这样的话 心下大喜 当下就发了一个宏愿 一定要找到红能法师 求他度我 现在我们把这件事拿出来说 是在说什么呢 说慧能是一个文盲不识志 他听到金刚经中的这八个字 心中就有领悟 这说明他是一个上根之人 慧根很深 我们大概都听说过 谭经中有两个祭句 一个祭句是神秀节的 还有一个祭句是慧能的 这两个祭句都很有名 我们现在来讲讲这两个祭句产生的背景 当初红能法师知道自己年岁大了 必须解决一波传承的问题 所以把中弟子都招到边上来 跟他们讲话 对他们其实都不满意 然后底下跟他们讲 你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祭句给我看 谁做的好 谁就得一波 这叫考试来了 神秀是红能法师的手作地址 他在想 做还是不做这个祭句呢 不做的话 一波肯定得不到 但是如果做的不好 师父见了说不好 他不光得不到一波 还在中弟子面前失去了威望 后来他终于想出一个妙计 祭句还是要做的 但不要署名 于是他在半夜山庚的时分 把他的祭句写在墙上 第二天师父见到了 他的祭句是这样的 这个寄句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们的身体不光是肉身 或者叫色身 而且还是法身 如菩提树一般 菩提树是觉悟的象征 因为色加墨尼是在菩提树下悟道的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看成是法身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本来非常干净 如明镜一般 但是来到这世界上 就难免要沾染上灰尘 人世间充满了灰尘 怎么办 时时情妇事 要不断地插 务实肉尘埃 不要让它沾染上灰尘 这个继续写在那里了 里面也谈到了心 心现成的在那里 它本来很干净 世界上有那么多灰尘 所以修行是怎样被神秀理解的呢 理解为始终保持我们本来干净的心 跟世界上的灰尘之间的隔绝状态 这叫时时情妇事 红龙法师见到了神秀的祭句 就跟中弟子们讲 你们每天都要念诵这个祭句 念诵这个祭句有大利益 也就是对你们修行 有很大的好处 这话倒也是实话 为什么 至少神秀的境界 要比其他的弟子境界要高 他修佛不是求福报 种福田 他要的是去除我们的烦恼 什么叫尘 佛教中讲的灰尘的尘 指的就是烦恼 人世间充满了烦恼 所以这个世界又被称为城市 东山寺的弟子们都念诵神秀的祭句 被聪明房里的劳动的惠能听见了 惠能就问一个小和尚 你们每天都在念诵什么呢 这小和尚告诉惠能 我们的师父讲 神秀所做的祭句 每天都要念 对修行有好处 惠能说 我不失智 你能不能完整地念给我听 便上另一个和尚便高声朗诵 把神秀的祭句完整地念了一遍 惠能听完了之后说 我也来做一首 但我不会写字 烦恼你帮助把我的祭句也写在墙上 那个人说 你就先念吧 惠能念了他自己的祭句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露尘埃 他的祭句一念出来 便上的和尚就觉得境界果然高了 但是还不愿意帮他写 他跟惠能说 你要我帮你把他也写在墙上 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 将来万一你得了一波 我必须先来度我 惠能说这没问题 于是 那个人就帮助惠能把他的祭句也写在墙上 好 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两个祭句吧 神秀说 声势菩提术 惠能偏偏争锋相对 菩提本无数 神秀说 行如明镜台 惠能又争锋相对了 明镜一飞台 神秀说 时时情妇是 勿时搂尘埃 惠能 也争锋相对来了一句 本来无一物 何处搂尘埃 我们现在来看 惠能的祭句 境界 比神秀的祭句要高 究竟高在哪里呢 或者换句话来说 神秀的祭句的毛病在哪里 惠能的祭句本来就是 争锋相对的 针对神秀的祭句的毛病的 那么 神秀祭句的毛病是什么 有两个 第一个毛病 就是我们要问 成也就是烦恼 烦恼本从哪里来 烦恼本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心里生出来的 请问如何差 人心才生烦恼 动物没烦恼 有人会不同意 认为动物也有烦恼 你看 动物肚子饿了 要吃东西 找不到食物 烦恼不来了吗 动物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它的烦恼也来了 动物的身体若是得了病 会有肉体的痛苦 我们会听到鸟兽的哀鸣 你看烦恼也来了 但是 这些都不能叫烦恼 至多叫焦虑 为什么要把烦恼和焦虑封得这么清楚呢 我说当然要封 比方说 若我们养了一条狗 它成了我们的宠物 我们一定每天保证它三样东西 一 有食物 二 有安全 三 还没生病 还健康着 如果生病 马上送到宠物医院去 这狗每天获得了食物 安全和健康 它的尾巴就会摇得很欢 能做得到这一点吗 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正常的情况下 同时都具备这三样东西 一 食物 二 安全 三 健康 我们每天就很开心吗 一 就是烦恼不断 我们有种种的欲求 对未来有种种的期待 如果实现了叫如意 如果不实现 就是不如意 烦恼就是不如意 这不如意 不就是从我们的心里生出来的吗 因为我们筹划未来 而未来上不存在 它还不是事实 还不是现实 我们已经去筹划它了 被筹划的未来 如果实现了 就是如意 如果没有实现 就是不如意 所以人心自生烦恼 当然这一点 也表明人心很伟大 为什么 因为它的心有无限的一面 也就是超出现实 去筹划那 上不存在的未来 这就很了不起 这说明我们比动物要伟大多了 我们有一个无限心 也正是这无限心 使人生成了问题 什么问题 如何安顿这无限心 神秀的寄居的第一个毛病 曾本从心中来如何擦 要把心跟烦恼割开 如何割开 烦恼就从心里生 这是人心伟大的一面 那么现在再来看神秀寄居的第二个毛病 若要擦灰 请问 擦灰者是谁 神秀的寄居把心和尘二元对立起来 然后要保持这两者之间的隔绝状态 那就要有人来擦 那么这个擦灰者一定高于心和尘之上 这样 这种想法就结局于西方宗教了 上帝就是擦灰者 人都有罪 于是上帝来救赎我们 中国思想中没这个想法 心生烦恼 还是心自己来解决 所以慧能的继续就来了 本来无一无何处露尘埃 你不要把心看成是一个现成存在的东西 所谓心楼明镜台 就是指它现成的存在 然后要求把它跟灰尘割开 心是怎样存在的 它若不认识到自己 也就不能存在 这是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叫 本心自悟 觉悟的悟 本心自己悟到自己 本心自悟就是用禅宗的语言 说出来的主体性 我没有办法把一个本心赋予给你 它本来就存在于你 本来就在你身上 但是你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悟 你就还不是个主体 一旦悟了 它就存在 它的存在 本心的存在 和本心的自我领悟 是同一件事 这就叫精神 而精神就是主体性 什么是精神的存在 精神的存在 和它的自我意识 是同一件事 这倒是黑格尔讲的 至于中国的禅宗 讲的是本心自悟 但境界是一样的 心生烦恼 也用我们的心 把烦恼去掉 这是同一个心 所以烦恼就是不如意 这个不如意是我们的心 向外持求 有一个趋高必低 趋贵必见 趋负必平的追求 若我们回归呢 回归本心 本心是我们本有的 一旦回归 这就叫物料 它就存在了 这样一条原则 被惠能把握到了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各位朋友 在此前的课程里 我曾经讲过 六祖团经里面记载 惠能到了黄梅县 东禅寺 红人法师 就见了他 披头两个问题 你从哪里来 你来求什么 惠能就如实回答 我从岭南那个地方来 就广东 那个岭南那个地方来 来求佛法 红人法师就说了 如是阁辽 什么叫阁辽 中原一带的汉人 当时是瞧不起南方人的 把他们看成是南蛮子 所以给他们一个贬低的称呼 叫阁辽 如是阁辽 如何学得了佛 这是有意考考他 会能当即回答 人有南北之风 佛性本无南北 这句话一说出来 红人法师心里就明白了 此格了 根气大力 根气就是会根 这样的人最适合于 把佛法传给他 但是红人法师 没有流露出 对慧能的喜爱 因为中地子都在边上 当时黄梅县 东禅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眼看红人法师 年岁大了 不知道他的一波 将来会传给谁 一波的传承 是一个继承权问题 当时是唐朝 朝廷支持佛教 一个寺院的方丈 一定同时是寺院地主 广有天产 所以一波的传承 同时就是天产的继承 所以丛林里面 就不清静了 红人法师 当然有很高的智慧 他当着中地子的面 跟慧能讲 我不收你做地子 但我也不赶你走 你到聪明房里去 聪明去吧 叫他到聪明房里去劳动 这其实是对慧能的最好的保护 中地子一看 我们的师父不怎么喜欢慧能 慧能就是安全的 慧能在聪明房里 一聪明就八个多月的时间 慧能法师也不去见他 有一天 慧能就听到一个小和尚在念诵 一个祭句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神秀的祭 慧能就说 你们每天都在念诵什么呢 那个小和尚就跟慧能讲 咱们的师父 红人法师说的 神秀所做的祭句 我们每天都要念 念诵这个祭句有大利益 就对我们的修行有很大的好处 这一点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 曾经提到过 我在这里就不做进一步的阐述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回听我们之前的课程 慧能 说我不奢侈 能不能把这个祭句 完整地念给我听 边上又有一个和尚就高声朗诵 慧能听完之后说 我也来做一首 那个人就笑了 你这个阁了 还做什么祭句呢 到聪明房里去 聪明去吧 瞧不起他 慧能马上就说了 切不可轻视初学者 轻视他人 有无边无量的罪 上纲上线了 那个人听了有点慌的 会呢 还继续说 下下人有上上志 上上人有默奕制 什么叫下下人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却可能有很高的智慧 叫上上志 什么叫上上人 社会地位很高的人 却可能没智慧 上上人有默奕制 那个人听了更紧张了 慧能说 我不会写字 烦恼你把我的记句 也写在墙上 那个人终于帮他写了 慧能的记句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楼成埃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 慧能对那个人所说的 前面说的那么几句话 其中有一句说 下下人有上上志 上上人有默奕制 此话如何理解 我当初早先 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 第一次读到谭经 读到这句话 我心里就觉得奇怪 我们有没有智慧 这件事情 难道跟我们的社会地位 之间有变难联系吗 难道上上人就 不能有很高的智慧吗 难道下下人就一定 会有很高的智慧吗 不能懂 后来才明白 为什么会能说下下人有上上志 下下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他没办法住下 如果他老是把自己跟别人比 每一次比 他都发现别人比自己高 他活还是不活 他还得活下去 上有老母需要奉养 下有孩子嗷嗷待哺 便上有妻子或丈夫需要互相帮助 他每天投落到生活的真谛中去了 不知生活水平也是最低的 社会地位也没有的 他每天都投落到生活的真谛中去 所以有上上志了 这个智慧不是财智啊 讲的是智慧 至于那个上上人呢 社会地位很高 每天遇到你的人 都争着拍你马屁 都向你绝功 你一出行 可能什么前夫后勇啊 还警车开道 你昨天晚上还读了金刚经的啊 想好了不住下 第二天早晨起来 你的司机和秘书都在楼底下等你 你一出行 前夫后勇 遇到你的人一律地向你绝功 表达敬意 他们每天都在提醒你地位高啊 昨天晚上的金刚经又摆堵了 对于上上人来说 不住下很难 因为别人要提醒你的 我突然也就明白了这句话 下下人有上上志 上上人有摸椅子 我又想起了乔布斯呢 我这个人孤陋寡闻 平时不看报也不听新闻 乔布斯去世了之后 我方才知道 苹果是他开创的 上海电视台当时就做了一个专栏节目 介绍乔布斯生前的故事 有一个镜头就来了 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斯坦福大学是美国的名牌大学 在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学生都自存高远 想象着自己一旦进入了社会 很快就应当成为社会精英 乔布斯跟他们说话了 发表演讲 上面说话的镜头 底下英文的字幕打出来 我才知道他在说什么 突然有一句打出来了 英语 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学过英语的朋友都知道 什么是foolish 愚笨 什么是hungary 饥饿 Stay 就是S-T-A-Y 这里充当了一个细词 后面有一次两个形容词 foolish hungry 那就构成细表结构 是吧 那么这句话该怎么翻译呢 翻译成汉语 保持愚笨 保持饥饿 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我一看到这句英文出来了 我心里第一个反应 此人应当学过佛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 果然 他学过佛 我为什么有这个反应呢 一个人 foolish and hungry 具愚笨又饥饿 这种人是什么人 下下人 我看到这句话 我就联想到 慧能人 下下人又上上之 乔布斯是在告诫 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们 你们将来可能成为 社会精英 你们即使成了社会精英 你们永远不要忘记 自己是下下人 你才能有智慧 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你永远记得自己是下下人 别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 什么leader 或者精英 领导者 你成了领导者 你还是要认为自己是下下人 会认为自己就是下下人 正是这个下下人 完成了佛学革命 让中国老百姓相信 自己也是有佛性的 自己的本性能够起来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会继续沿着这个问题 展开讨论 慧能就在六祖谈经理 说这样的话 凡夫即佛 我们这些人都是凡夫熟知 凡夫就是佛 前念谜 是凡夫 后念悟 即是佛 众生是佛 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 佛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 这就在中国思想史上 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众生平等 众生平等 平等在哪里呀 众生之间千差万别 出生的门地有高低 天赋有差别 有人赐上高 有人赐上低 然后到了社会以后 地位有差别 财富有多寡 地位有高低 千差万别 还有男人跟女人 性别 都是差别 如何平等得了呢 佛性本无差别 这就是众生平等了 六周谈经里边 还记载了这样的事情 一个赤士 魏曲 叫魏赤士 他带着一帮官僚 来到慧能那里 请义啊 请慧能讲佛法 魏赤士也向慧能提问题 提了个什么问题呢 魏赤士说 禅宗的历史当中 有一个掌顾啊 就是达摩 与梁武帝相遇了 梁武帝是皇帝呢 当然他也笃姓佛教 梁武帝笃姓佛教 他几次想作家呢 那么梁武帝跟达摩相遇之后呢 梁武帝就跟达摩讲 我这一辈子 不知道了多少庙 供养了多少和尚 你看我这功德大不大 达摩直接了答回答 这不是功德 叫舍无功德 梁武帝听了就很不高兴 本来达摩想要度化梁武帝 但是两个人说话不投缘嘛 所以达摩就放弃了度化梁武帝的愿望 梁武帝呢也跟达摩没话好说 各自分开 父不干扰 魏赤士就拿这个掌顾 来问惠能 达摩说的对不对呢 造了那么多庙 供养了那么多和尚 居然不叫功德 这对还是不对 惠能说切勿怀疑 先生所言 他从达摩为先生 先前的圣人了 先生不要怀疑 五地心邪 不是真理 梁武的心不正 他不知道佛教的真理 他造庙布施 供养和尚 其实是求福报 不是功德 最多叫福德 那个幸福的福 福德 那么魏赤士 难免就要问惠能了 何为功德 你惠能怎么理解功德呢 惠能马上来说了 见性是功 自己见到自己的本性 那就是功 那个功劳的功 就是你心灵所达到的境界 就是见性了吧 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一句话来了 他把功德两个字拆开来 先说什么叫功 再说什么叫德 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内心牵下是功 外形与理 是德 什么叫德呢 就是人与人打交道 那个德性才呈现出来 内心达到了 见性的功 这个境界 用来跟人与人打交道 那就是平等 学佛的人 想要见性的人 跟人打交道 一定什么 敬重每一个人 平等 他来了好几个排比句呢 后面来一句 我刚才念了 内心牵下 是功 外形与理 更能打交道 那个理 那叫德 合起来 叫功德 我们做好事 帮助别人 佛教都是这样主张的 这叫修佛德 能得佛报 这也是佛教相信的 所以 做好事得佛报 佛教下来这么认为 但是 禅宗同时指出 这只是佛德 不能叫功德 我们修行 为了求佛报吗 那还是世俗的 信佛的追求 修行的根部目标 是什么 解脱生死之苦恼 达于涅槃的境界 这样一个根部目标 要求我们修的是功德 而禅宗认为 根本的功德 就是什么 普境 普遍地敬重 每一个人 永不轻死他人 这件事很难 他要求我们 每一个修行的人 从根本上认识到 一点什么呢 任何一个人 包括做了坏事的 不光道德上 不能接受他 法律上还要惩罚他 判刑 把他关到牢里 不让他继续危害社会 面对这样的人 你仍然不可轻死他 为什么 他佛性在的 他做这么多坏事 其实是迷了 没见到自己 本有的佛性 所以叫凡夫 前年迷失凡夫 后年悟 其实是佛 他还是能悟的 因为佛性在嘛 所以对一个被判了刑的 关到牢里的犯人 你仍不可轻死他 仍然要敬重他 敬重他什么 他本来就存在的佛性 我们的任务 只是帮助他 而不是贬低他 不要给他贴一个 恶人坏人的标签 他做的事是不好 叫坏事恶事 要加以自治 但同时仍然尊重他 佛性在的 所以有禅宗这个思想 中国就有那个成语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没有一个人是没希望的 在佛学看来 在禅宗看来 每个人都有希望 因为他佛性在 这在根本上提出了 众生平等 这对中国思想的 下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众生平等的根据 就是每一个人 无论是贩夫走卒 还是饮车卖疆者流 都有佛性 于是每个人得相信自己 我们都能修佛成功 见性成佛 这就是会能发动的 佛学革命的基本内容 对于打破 长久以来的等级观念来说 是革命性的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在新的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 之前讲到的一些内容 也希望各位能够带着这些知识储备 和我一起进入到新的知识的讨论中 当我们谈论佛教的时候 我们就在心里想着禅宗 佛教就是禅宗 毛主席说 谈经是一部人民群众的佛经 这个评价很到位 会能本人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 普通劳动者 而且是文马 我们在这一讲当中 讲到了 会能完成一场佛学革命 佛学的中国话两个标志 一个让佛经说汉语 就是为佛学的思想 融络中国思想 准备了语言的基础 第二个 就是佛学的思想 深落人心 这两个方面做到的 就是中国话完成 我们讲这个佛学革命的 基本内涵 最根本的就是一条 众生是佛 每个人都有佛性 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 佛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 这是传宗的明确的基本思想 凡夫即佛 凡夫就是佛 前念迷了 那叫凡夫 后念悟了 就是佛 所以学佛不要到心外去求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宝 就是自己本具备的佛性 那么怎么求呢 不是从心外去求 本心起来 就见佛性 佛性是我们的心见到的 只要见到了佛性就是佛 然后说什么叫真正的功德 要把它跟福德区分开来 我们做好事帮助别人 这叫布施 会得到佛教充分承认这一点 但是佛报得了罪业未消 罪业还在 所以修行的根本目标是什么 消罪业 按照佛教 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过多次 这次来到人世间并不是第一次来 我们有过去式 那么这一次叫现在式 如果我们没有摆脱生死轮回呢 我们还有未来式 那么过去式就建立了许多的业 这个罪业如何消呢 要修功德才行 那么什么是功德呢 会能明确地回答了未刺死的提问 会能说 见性是功 我们自见本性就见到了佛性 这叫功 功就是心灵所达到的境界 拿这个境界跟人打交道 那叫德 就能与能的关系 平等是德 见性之能一定 普遍地敬重每一个人 包括去敬重那个犯了罪过的人 造了恶业的人 你仍然要尊重他 因为他佛性在 他做了坏事 他并不就等于坏人 我们不要因为某人做了坏事 就把坏人这个标签给他提上去 这不能贴 一个人做坏事 应当被纠正 应当告诉他 这件事不应该这么做 但你告诉他的同时 你仍然尊重他 因为他佛性在的 这是迷了 简单地说 论事不论人 事情有是非 人无是非 做得到这一点吗 在禅宗看来 这是修行的第一步 修行的第一步就是持戒 各种宗派都有种种的戒 那最起码 你要守五戒吧 戒饮酒吧 戒偷盗 戒邪淫 戒妄语 是吧 戒杀生 这些戒当然都蛮重要的 但在禅宗看来 根本的戒不是戒这些 戒什么 戒轻视他人 这是根本的戒 会能说轻视他人 有无量无边的罪 也就是罪因 罪的根源 来自轻视他人 希特勒造作滔天之大恶业 在佛教看来 根源在哪里 侵蚀犹太人 后来还侵蚀斯拉夫人 把犹太人和斯拉夫人 看成是这个世界的 罪恶的根源 对他们实行了 种族秘诀的政策 屠杀犹太人 根源在哪里 在佛教一看很清楚 你把二尔曼民族 跟其他民族 做了个比较是吧 二尔曼民族 是最优秀的民族 他要能拯救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的罪恶 来自哪里 犹太人 造作滔天之大恶业 有他的根源 佛教揭示了这个根源 所以禅宗讲戒 就是戒轻视他人 这非常根本 难怪会能说 轻视他人 有无量无边的罪 我们要做到 不轻视他人 实在太难 你跟周围的人 打交道 你难免会遇到 这样的人 蹦一点都算了 还坏 既蹦又坏 什么叫坏 行径恶劣 你想到这样的人 心里难免就轻视他了 那么我经常提醒自己 因为这个轻视之心 比夷之心也会起来 一起来我就知道 不行 谈不上修行了 第一步都做不到 难不难 很难 人我别 每个人抓住自己 这个我不放 把自己跟别人比 发现别人比自己低 自己比别人高 心生傲慢 这是病来了 生命情感的病来了 心的病来了 所以会能完成了 佛学革命 最根本的一条 众生平等 当然还有一条 在生活中 修行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恰如囚兔角 不要把佛法和事法 分割开来 对立起来 我们绝大多数人 都不可能出家 人类的全体成员 都出家了 社会就停下来了 繁衍后代的事情 也就结束了 所以会能讲得很清楚 大多数人在家修行 那么在家修行 就是不是在寺庙里边 人生无处 不是道场 佛法在世间 离开世间的生活 如果你谈觉悟 正错了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 离开现实生活 去寻求那觉悟 荒谬得很 恰如囚兔角 就好比你想要 那个兔子长出两个角来 兔子只有两个耳朵 牛才有两个角呢 这就是会能 所发动的佛学革命 一 众生平等 第二 在日常生活中修吧 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 心 佛 众生 山无差别 我们的本心 起来就是佛了 叫既心既佛 心和佛无差别 每个人都有心 也都能自见佛性 所以众生 跟心与佛 也无差别 概括为一句话 心 佛 众生 山无差别 大乘佛教主张 度众生的 怎么叫度众生 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吗 不是的 众生的罪过 也是我自己的罪过 众生的烦恼 也是我的烦恼 别以为我最好 最干净 发现别人有问题了 或者有差错了 甚至有罪过了 就帮助他 不是在度人吗 也在度自己呢 任何一个人 都不可能单个得度 人总处在 与他人的关系中 你怎么与他人相处 这个关系的性质 如果你是修佛的 如果你是修佛的 你就按照佛家的精神 更能打交道 这种以佛家的精神 更能打交道 就是度别人 也是度自己 这叫什么 信佛众生 上去捞了一下 这很自然是吧 并没有发生这样一个过程 耳朵痒了 自己没办法解决问题 于是向手提出了请求 手考虑了一下 帮还是不帮 后来决定帮 上去捞了一下 有这样一个过程吗 没有 耳朵痒了 手就上去捞了一下 很自然 耳朵和手 是两种不同的器官 它本来分开的 耳朵有耳朵的能力 叫听声音 手有手的能力 叫抓东西 但是耳朵如果发生某种问题 它自己解决不了 手就上去帮了 把两种不同的器官 一个耳朵 一个手联系起来的 就是神经系统 众生之间千差万别 把众生联系起来的 那个神经系统 就是佛性 你本性起来 佛性你就见到了 众生就跟你没差别 本来有差别 就像耳朵跟手有差别 因为佛性 他们又没差别 耳朵痒了 手就上去了 这就是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性是真正的人性 不朽的人性 不管时代有多大的差别 过去的时代 今天的时代 未来的人类社会 这一点不会变 只要是人类社会 人的世界 不是动物件 只要是人的世界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会能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色的人物 常言中 为中国思想的下一步发展 准备好了思想材料 这下一步的发展 就是宋明兴卢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兴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兴华